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两天北京的房车展正在乐火朝天的进行 其中我最关注的一个车型 应该就是比亚迪T5底盘的房车 看到了 大家可能关注房车朋友都看到了 看到这个车型已经有成品车出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失望呢 的的确我是很失望的 因为毕竟这个底盘出来的时间并不长 那么房车展的时间 房车展的时间也不充裕 那么第一个车螃蟹的车厂把这个车做出来了 但是可这只能说是一个非常粗糙的一个作品 首先它是一个独立方舱的 没有额头床 这就少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睡眠区 其次大家最最关心的问题 重量是多少 有没有操纵 第三 公告已经确认目前还没有拿到公告 因为公告不可能那么快啊 你做出来以后你还要去申报 但是跟厂家的沟通呢 他们说呢是旅居公告是可以做到的 而且呢是三人到六人 也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所谓三人到六人就是所谓的 准载的这个人数 那么还有一点比较失望的 就是厂商并没有解释这个车的用电情况 我相信这一点呢是所有关心这款底盘的车友最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有没有解决用电问题 但是现在惠莫如深 那么我们简单分析一下 应该是没有解决 也就是说虽然说它是一个新能源的底盘 但是呢并没有解决这个生活用电的问题 也就是说底盘的这个电池 可能目前阶段并没有开放接口给生活区供电使用 也就是说所谓的发动机 真程式发动机给你怠速充电 只是充了这个行车用的那个底盘电池 对生活区没有任何的意义 至少目前是这样 所以说呢现在这一点来看是没有解决的 好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车呢 它可以有更重的载重的底盘出现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冷藏车的底盘 因为在轻卡这个领域里面 冷藏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 那么这个产品的底盘的栽动就大了 就超过6吨了 这样的话房车厂可以操作的空间就大了多 但是可能我们大家最最关心的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公告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底盘的电瓶是否可以开放给生活区使用的问题 在这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 那么这个车其实变得就没有太大意义 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啊 对于房车的这种使用感受来讲 但是我相信呢 这个随着更多的厂家在慢慢的介入 应该会有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结果吧 虽然说这个房车这个市场是个小众市场 对于这种像比亚迪这样的大厂 有可能会看不上这个这一块小市场 但是这块市场呢 培育培育也是可以的 今天就续到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点赞哦 拜拜